奇葩萨界 博薩界裡面 博薩界裡面這一段寄送的文就把 就佛薩道裡面所講的意義 他的講就是摯子博薩界他的利益 這個就跟因潔思定論 之前有引過因潔思定論 他里面讲也是一样的 所以讲那个论啊 他说中于那个 讲一切事情有中于那个 跨广性就是 有这个意思 他里面也是讲这样 但名人能会强 能词如是 就是有智慧的人 他的人 就是人就是定 会啊 就是定会 都强 他能够正观诸法实相 心能够安住 受词如是法 就是菩萨戒法 菩萨戒法 因为幻王菩萨戒来内 他是讲本性的 一切来内 他是一个次第性 你看他是生文帝 菩萨帝 前面还有五世相应帝 从仁天啊 到二圣啊 到菩萨圣啊 这样上来 他就次第来讲的 他不讲 为师里面讲 有五种的种性 有五种种性 这个幻王菩萨 华原菩萨 华原菩萨 就是讲一种种性 就是成活的 这个众生都是非成活的 朋友心者都能够成活 所以 这幻王来内 是公布原教的 他讲原教的道理 他原教兼备教 他也射受别教的根基啊 射受他 然后让他的善根提升 能够转入到原教 所以这里能够有智慧的人 他的定心 他的菩萨菩萨 他非常的殊胜 强啊 所以他能够观诸法实相 才能够受持如是法 才能受持这个幻王金的菩萨界 这样的一种菩萨啊 他受了这个菩萨界之后 能够去守持这个 一菩萨界 幻王菩萨界这样去行持的时候 未成活道间 还没有到成就活道的时候 因为刚出发心嘛 不可能 但是他这种的智慧 我们讲 就是他开取原教的智慧 原教的智慧 了解 诸我是已成的活 我是未成的活 这个体性是各个 都有真正本性 所以还没有成活的 到还没有成活的中间 还没有成就活道的中间 在这一段时间 行不着到 从最初的发菩提心 到最后来成活 这中间呢 安后五种命 安就是很安然 很自然而然 你在所持他在那里当中 他能够得到五种的利益 哪五种呢 第一种 一者生活 每年长所活 第一个诸佛复恋的利益 第一个诸佛复恋的利益 因为发菩提心啊 你发的这个菩提心 跟佛的心是相应的 诸佛 十方诸佛也是在阴地 心菩萨道的时候发的菩提心啊 所以你发菩提心的菩萨佛子 跟佛的气魂交接 所以得佛的护念 这是第一个 一者十方佛 每年长所 得知佛的护念 第二个呢 二者命中时正见心欢喜 因为他这一种的智慧啊 对诸佛实际上 肯定我们有个不神不明的佛性啊 那坚持这个菩萨戒法 行菩萨道 他的行为 他所做的 他所想的 他所做的 肯定啊 是安住在菩提道当中啊 所以当他 要临终的时候 他的正见领来 他知道 我所持佛的菩萨戒法 我发的菩提心 行菩萨道 我死了之后 我将来去的地方 决定不会离开诸佛 所以他命中时正见心欢喜 那一种正见 对诸佛实乡 对肯定啊 我们的佛性是不是门内的 肯定自己行使这菩萨道 一佛的教导去做 决定不会离开诸佛 一定会生在佛前 所以内心欢喜 内心欢喜 再来三者生生处 维持菩萨友 就是他发的菩提心 行菩萨道 那我们发的菩提心 还有很多发菩提心的菩萨 他也是依止菩提心 来寄功累得 福德跟智慧两种之良 那同样的 我们叫物与略聚啊 所以他是发的菩提心 行菩萨道的人 那将来呢 他的同参道友 三者生生处 每一生每一生 投胎转世的地方 都以这一些真正花菩提心的菩萨 所谓的三贤实地的菩萨 为他的同参道友 三者生生处 为之菩萨友 诸菩萨 诸菩萨就包含了三贤实圣 三贤实地实圣的菩萨 三贤为了实住实行实微相 实地就是圣位的 圣位的菩萨 为道友 同参道友 这个我们讲 叫物与略聚 同样的一个月 它会结合在一起 这是第三个例 试的功德聚 戒度吸尘旧 试的功德聚 所持这个戒法 这个戒法像平地一样 它能够生长万物 它能够住此这个万物 所有的万事万物 都是住在这个地上 由地的枝养 它才能够生长上来 由戒法的平地 它才能够生长定位 解脱解脱的功德 解脱之间的功德 所以 比亦这个戒法像大地一样 能够生成所有的功德 所以说 智的功德聚 这个功德聚 就是由你所持这个戒法 这个戒法就好像有聚宝朋友 所有的功德就聚集在这里头了 所以戒度吸尘旧 戒波罗蜜 有戒波罗蜜 菩萨在行菩萨道当中 施波罗蜜里面 因为戒是属于聚戒地 二地 聚戒地 他十波罗蜜通通修 但是呢 聚戒地的菩萨 他是戒波罗蜜圆满 其他地不是不修的 是戒波罗蜜先成就了 由戒波罗蜜的开花 而所有的波罗蜜一个一个一个去圆满他的 所以说功德聚 所有的功德 由这个戒波罗蜜的聚集 然后慢慢的开化整个上来了 所以戒波罗蜜成就了 这是二地的菩萨 二地的菩萨 就是戒度吸尘旧 戒波罗蜜成就了 在五者今后世性戒不未满 今生后生当中 他的性戒 性戒就是活性戒 活性戒 福德跟智慧能够圆满 今世后世当中 他菩萨道因为很长 他集中累得 每一世每一世当中 他每一个位置当中 都是累积福德跟智慧的资粮 今后世 后世那就是 对定哪个时候 世政事件 善大活生起解难 菩萨道来讲 每一世活成活的时间 不大一样的 那我们要求生极乐世界 当然就更快了 你到极乐世界 你的福德跟智慧的累积 他就非常快 因为到极乐世界当中 有一生生 一生生他就能够分身 到所有的十方世界去共活 文化 乃至有人的地方 他也可以视线去教化中生 那春天的菩萨 他就可以献独量的身 他献真实的身的时候 那就是八象成道 就是像四者那 菩提释迦八象成道 那就是一百个小世界 同时可以这样做 但是他要献硬化身的时候 就是独量的世界 一种战时线 基岩的承索 他所显现 那就是无量生 你是一百个小世界 是无量生 他可以依他的阴言 去变现教化 然后激光脸的 最主要就是说 你能够入圣位的时候 你的激光脸的 就不是一般的 所以还没有入第一大阿僧齐节 第一大阿僧齐节 就是从横屋地一直到出地 是第一大阿僧齐节 这个第一大阿僧齐节 时间要很长 第一跟第二的中间 就有一个差不多固定的时间 因为入圣位的时候 他在修 就不像横屋会 有进进退退的 他会有固定的时间 第二大跟第三大 就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时间 这是入出地 到第二大阿僧齐节 这就是第八地 第八地 八九十 这是第三大阿僧齐节 二地到七地 是属于第二大阿僧齐节 但你要入出地 圣位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时间 就不一定会很长 会很长 大僧齐宣人当中讲 修一万劫 信心圆满 信心圆满 信满入住位 他是原教位 就是入出地 别掉出地的路上 是一万劫 是一万劫 那是正前的 没退的 你如果静静退退 是不是一万劫 因为信心要成就 所谓信心成就 因为信位 他有实现 从出信到实信位 这个叫信心成就了 就是实信位 成就了 就是入了 信满满了 入住位 这是出地的路上 一万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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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事不是固定的哦 所以哦 这就是 为什么要求生极乐世界 你就是到极乐世界去 你不用这个 一万劫 要修入出住啊 出住位 你怎么办呢 你去那边的话 就是有进无退 很快的 这时间啊 他会压缩了 不会压缩那么时间啊 所以 今后世 后世当中 总的 精神当中累积 后世当中 那就是 这个 菩萨道的位置很长 性戒 福利满到成活 自性戒 就是佛性戒 自性戒 能够 福德自慰圆满 就决定会成活了 他有这个 这个五个利益啊 五个利益 此事诸佛子 自责善之良 有自慰里亚善与思亚 这一桩事情啊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哦 修议佛法文 很要紧 修议佛法文 很要紧 有时候 为什么要学教理呢 因为学习教理之后 你才会知道 很想到不容易 我们现在都在解 你行呢 你有没有行 你因为有止观 止观 多少止观 你有没有修 你有得止观的利益 你得什么利益 你得什么利益啊 原教会当中 你这个 所谓的无品位 有没有入品 没有入品 他不想 还没有入品 都还没有胡烦恼 还没有胡烦恼 明智位当中 太昏初心 后心 明智初心 大海言解 文解 理解而已 都还没有 还不是大车大悟 明智位当中 到后心的时候 才大车大悟 到后心的时候 到初心 明智位当中 初心的时候 烦恼是一半一半的 烦恼有时候还会起来的 就是他的士气正面 不讲他的烦恼 就是士气正面 到后心的时候 扯平了 中心扯平了 扯平 到后心的时候 就是他的观弦 已经成就了 所以他就在正面 就是没有失恋了 这个时候才能够入 观弦位的 入观弦位 入观弦位这个时候 才真的呼唤老了 才真的呼唤老 后心的时候 叫大车大悟 叫大车大悟 所以也同样都是明智位 在当中他还分三个阶段 吴隆异 明智位 那这是理极佛 这是理极位的 理性上是佛 但是 觉悟性不够 所以 你了解这个道理 你学醒 你知道这个道理 很好 但实际上修 你本来是修验魔法 你要求生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是在怨心 这怨心 不在于你懂得多少 那个懂得多少 只是一个帮助 让开发新性 是你有没有心要去 你的怨心过不过 往生极乐世界决定在怨心啊 从事简法来讲的话 从事简法来讲的话 你就有想要去到一国一堂 你就有想要去 有想去 才会有付诸行动 你才可能会去嘛 你有想去嘛 你要不想去呢 知道就好了 你就根本不会有想要去的那个动力啊 那你就不可能会去啊 那最主要是怨心啊 往生极乐世界决定在怨心 当然你要相信 才会有怨心啊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就是 介绍医生的环境 让你生起 这个欢喜的心 相信啊 接着才会花钱 这才好 对吗 对 哪里看嘛 是 羞眼啊 所以我发现要去啊 那个心才会上来啊 那个上来的时候 那就决定你往生的正因啊 才是往生的正因 你所做的才是归属到 往生极乐世界的资良 没有的话 都是在事简法来得大福报 得大福报 你了解啊 这些道理 一样的 你没有怨心要去 你就不可能 就漏入了 漏入蓝行道 漏入蓝行道 好 我练得很好 你不想去 一样的大福报 有一些奠利 来上当中 可能你心比较极健啊 各方面 比较好一点 不能 不能到其他世界去啊 我跟大师讲嘛 你要没有怨心啊 任你练得像 铜墙地壁一样 你还是没有往生的道理 因为一些些强调 欧主他在强调 就是那个怨心 那个怨心很要紧 弥陀要紧里面啊 虽然说是你两个同时讲 但是当中他强调就是怨心 就是怨心 怨心 所以这里面呢 他这个意思就是有两种根基的 你从事录也可以 从理录也可以 所以你有事辞 有理辞 事辞理辞 都要经过事一心 然后才能够入到理一心 事一心当中呢 有能有所 理辞的人 有能观 有所观 还是有能所 都都是于事一心 事一心的 后能所才能够入理一心 这是安慰心怨 所以他怎么样呢 这是两种根基 你都没看你是哪一种根基 我一样的意思是这样 你是看你哪一种根基 所以他开出有事实 事实的人他不晓得 极乐世界是我心所剧 是我心所创造的 他不知道是本剧本造的道理 天台里面的 理剧事实的道理 他不知道 他不了解 但你 大师是不在练统章里面所讲的 就是如子义母的这样 十年欧米托火 十年极乐世界 就好像一个孝子要回家 那一种心去念火 你就得到欧米托的设置 往生极乐世界了 理识的人他知道 这一句佛号 极乐世界 是我自心本地 也是我自己所创造 其他人体现当中 所显现出来的 那就以佛号为所缘境 新本剧本造的佛号为所缘境 很重要 不是在另外观念一个东西 不是这样 他是直接 这个佛号就是我们自心本境 是我们自心心惧心造的 就是以佛号为所缘境的境界 但是你一定要看 这个话 这个话就是主要实现 就是记住了维世观 跟真如是观 维心事观跟真如是观 新手记是真如是观 新手照是维心事观 他可以记住两种观 但是你也不用这样观 你就用理解那个道理 把所有的理统统纳入到这一句佛号里面来 他佛号里面 就记住这两种真理在里面 维心事观是讲主法的像 真如是观讲主法的性 就是性相言容 他性相言容是 记住了延期跟理性两种道理 这佛号当下就是 所以你通达理性的 还是一样 他就是细念在佛号上 但是他前面就是有理的 理的部分在支持他 当下即使祭礼 又祭礼又祭世 不用再特别关心 当你入了 得定了 先细在这个地方 得定了 因为你前面的通达那 诸法师像 他整个理都开发出来了 整个理都开发出来了 所以 这里面叫做修法里面 就诸法师像是理 但是我们所观境 我们能观 在观这个诸法师像 那个理就是我们的境界 就是境而已 他就是境 他境里面 这个试境当中 他说记住理性 诸法师像 但是就我们说 那些永公的心 能观的心 能念的心 念 所念的佛号 这个佛号就是我们的所缘境 但是呢 他的子体 他的本体 就是诸法师像 那你要观什么 观诸法师像 你就是观这个境 当下的试就是理 你通达那个道理的试 试就是理 试就是理 所以 四种念佛里面 十项念佛 观想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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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禀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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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统设了 十项念佛在里面 你慈禀念佛里面 你好好念 所以 英文大师 南天刚后 英文大师 他也强调 你虽然无知无私不了解 但你真诚的 在念佛的时候呢 就的这个佛号 就是怎么样呢 就凡悟心 投大绝海 你凡悟心投大绝海 当下 当下就跟大海一样 你 依有念的心 念了 无念的诸法实相 你看这些佛号 佛号 浅通和佛制 暗和道妙 他就在强调说 为什么叫暗和道妙 不了解道理的 人哪一家 暗和道妙 就很自然而然的 跟诸法实相合在一起 所以浅通佛制 你这个叫无私自 自然是无情分别 你念佛号 就是很专注的 听清楚 听清楚 心就整个契入了 就浅通佛制 从这个地方开花 那个本性的时候 那个就是诸法实相 虽然你无私 你不了解 但是你念进去的时候 你的自然而然 合于你的本性 就是诸法实相 应主 应主 老人家 在文朝里面 他经常强调这一点 强调这一点 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 你通达诸法身世上 你通达礼的时候 即是即礼 就是事项上 就是理性 事项上就是理性 你不用特别那个 因为你在关的时候 你的根基不够 没有办法直接弃路的时候 你还要成散乱心 因为那个人 还说那个心比较散乱 你现在到底了解 但是对你来讲 没有用的 你现在怎样 你要得一心不乱 所以 弥陀经里面 他是强调 一心不乱 你要得一心不乱 你得一心不乱 的时候 那个定 从这个定当中 你原本的识 整个就开花出来了 就见到自法实相 所以记忆慈敏 你要通达自法实相 记忆慈敏 就是实相 就着慈敏念佛 当下就会通达到自法实相 实相念佛 所谓的实相念佛 就是 思维诸法实相 就是实相念佛 他不是这样 你思维诸法实相 你在观诸法实相 就是念佛 否则那就是 法身佛 就是法身佛 所以 最后就是 从 那个你 然后 你 是比较怎么样 抽象的 你要离开啊 离开所有的 明治元宗 所有的攀念 那个你 是这样的 但是 有一个 有一个 就不是了 都是方便的 禅宗里面讲的 第二门头 第一门头 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人 有商量的 是水 市 市的分贝 是欧赖眼 真的第二门头 我们讲 你在用功的时候 就是这样 你用功的时候 那个 你是非常抽象的 你没有真的开悟的时候 非常抽象 所以说 就是是 就是离 它就一直在里面啊 这个房子 就是蓝图啊 你看不到蓝图 它的设计图怎么画的 它里面的土是怎么样 它里面的土是怎么样 所以 事项上 它的理就 依存在里面 这个理哈 不能单独建立 理就是在事里头 没有事外的理 也没有里外的事 它的两个 延伎和空线 两个是经常在一起的 南樊看到延伎 走向 二圣看到空线 就是 这一些 他不大喜欢的 生死的问题 他不大喜欢 他直接看空线 就是偏空 就是偏在有 左有凡物 而落空 那是二圣 菩萨他不是的 他知道 这两个是 依存在一起的 非空非有 但也不离空有 所以 了解这些得力 救者 阿弥陀佛的 阿弥陀佛 每一句 每一句 就是理性 他就是知法实相 所以 念念当中 每一念 念念当中 慢慢慢慢把三件的分断心 给熄灭掉了 借外的生死也扣除掉了 扣除掉了 就是念佛 能从慧炎大神 他见到佛 遍满西空 那是 那是暴身的境界 也就是说 他老人家能够见到这个境界 他就是出地的菩萨 一出地的菩萨才能见到暴身 我发现这些 印花神当中 印出地以上的菩萨献报神 因恶圣凡夫 就是献印花神 所以 远功他在远功当中 三次看到西空三次 变满整个西空 第四次就是往生了 要往生前了 也看到就是要往生了 他老人家看了 暴身的境界 那就是说 来证明 反过来 从这个地方反射过来 他就是出地的菩萨 才能见到这个象 出地的菩萨 它是什么念佛 当然 因为念 是属于观想 观想念佛 修观了 修观了 但我们的根基 这一些就是 《观经》里面最要紧 世心咒佛 世心是佛 心咒佛 心就是佛 编起法的讲 心咒佛 心就是佛 心咒众生 心就是众生 那佛跟众生呢 佛跟众生 佛跟众生 就是平等的啦 他都是在 诸法师相所显现的 从你世修当中 你得献些什么 我们的佛姓当中呢 这个祭祖 施法界 你也可能成佛 你也可能做众生 至于什么境界 显现出来 是在世修里面 世修当中 你世修修所 他就献什么 但是呢 施法界 就是在一心当中 他是平等 不二等 他所显现出来 就是平等不二 依佛性所显现的 都是平等 在我们 向上看 我们是有差别 原来是昆佛心看的 我们是有佛跟众生的差别 从佛的眼光来看 心佛众生上有差别 環境里面所讲的 他是同一个真理理 二人真理理 他就是这样得力 所以 在念佛中 念佛文当中 就是 依 《公有经》里面讲 就是你要支持 你要一心不乱 你要得一心不乱 你要得一心不乱 可以演出来 所以有时候呢 来讲 学习教理 他是有帮助的 你要偶一开始讲 念佛之圣形 戒定慧 波勒 戒定慧 是助行 帮助的 帮助的 奥主在里面开 四尺跟尼尺 就是有两种的修法 那这两种修法 第一个 你要得四一心 要有能有守 除了国耗之外 除了你所缘 除了你所缘之外 先进了 这两个 再没有其他的 有能有守 再来 破能能守 心或不二 破能守 进去才是离心的 所以 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办法到那个离职 你用四尺 可能对你来讲 反而你会架成救手 因为我们 比较没有 不用勉强 因为根据不错 我们就是四尺 四尺 你就专心 英文大师的方法 练清楚 心内 口哨 听清楚 耳听 听清楚 听清楚了 就没有妄念了 从这个当中 慢慢慢慢 有正念 有取代妄念 慢慢慢慢 妄念了 何处的 何处的 从这个地方进去 哪里的本性 哪里的光明 他就能够凸显出来 再来 刚刚强调的 念后法文 强调在 念心 你 有没有往生 极乐世界的心 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能不能够往生 就是你的 念心 你念心 有内涵 念你搜果 心灸集合 一个要有出力心 这个要有菩提心 还有内涵 你要有出力心 你还要记住菩提心 有内涵 念你搜果是出力心 心灸集合是菩提心 所有的修法 其实都一样的 你没有出力心 你不可能离开三界 你没有菩提心 你不可能成果 所有的教法 无论障传的 障传的 障传的很强调这个 初灵心 核灵心 空生剑 他们很强调这个 其实 我们选教的教理 那汉庄文化 内涵也就说这个 同样 其实都一样的 都一样的 所以 我们能够掌握这个 每天拜佛 有力量 目标先做 解脱生死是第一个 你要超越生死 那只有靠五一朵愿意的摄持 再来 你要有可抵性 我到今二十月 就要成为度众生 度众生 当一个菩萨了解 众生是因缘所生 没有真实的众生 对他来讲 没有什么可怕 没有什么可怕 就是看因缘去做教化 所以 我要花 成果的心 夸解度众生的心 上求 就是为了下午 下午 是不是要上求 菩提心 第一个就是处理心 能不能够往生 这一个因素 决定很大 就是你对社会世界的贪恋 甘恶 我们讲的 你学火的 你的目标不清楚 你不是为得解脱的 那你这样学火 来讲是不能有解脱的功能 你是要得解脱吗 所以啊 我们对于各方面的因缘 我们都要 能够 随眼随恨我 随眼消焦厌 圣莫我 扎心我 对不对 你真要定 你要解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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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